今天呢教一下大家怎么去注册这个虾皮的店铺啊 首先我们找到虾皮的官网 然后呢这边有两个立即入住 我们随便点击一个就可以 然后呢我们点击下方的这个填写申请表 然后这边如果之前有注册过主账号 直接登录就可以 没有的话要点这个注册 确认一下 然后这边呢输入你们的手机号码 然后这边输入邮箱 好然后直接下一步就可以 然后这边呢是设置一个我们登录的主账号 这边就自己随便取就可以了 注意啊完整的主账号是要加上后面的这个后缀的 这个才是完整的主账号 然后密码呢自己随便设定一个 然后这边验证一下 好然后这边呢我们直接点这个立即登录就可以 然后这边还需要再收一次验证码 好到这一步之后呢我们点击立即申请入住 然后点下面的填写申请表 然后这边呢需要让营业执照的法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 来完成人脸的识别 我们先直接跳过 这边呢输入 如果执照是你的 你就直接选法人输入你的个人信息就可以 如果执照是别人的话 这边我们可以选运营人员 然后填你的个人信息 邮箱可以填刚才那一个邮箱啊 然后这边需要再验证一次收集号码 然后这边注意了 如果你是个体工商户的执照呢 这边我们要选这个内贸电商 如果你是企业执照 并且你首开站点想开马来菲律宾或者是巴西的话 那这边我们可以选跨境电商 个体的话就选内贸电商就可以 然后下一步 这边就上传你们的营业执照的照片 这边传正本和副本的话都可以 然后正常传完之后 它下面会自动把执照的信息识别出来 我这边没有识别 我就随便打了 然后这边主营店铺链接呢 就是填写你提供的近三个月流水的那个店铺的链接 就随便填了 这边呢就是上传你提供这个近三个月流水店铺的后台的交易概况 传三张图片 近三个月的嘛 然后公司总人数这边呢 大家就随便选就可以 是否有工厂呢 也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 办公地址呢 可以填写营业指导的地址 也可以填写这个你实际的办公地址都是可以的 好填好之后就可以下一步 然后这边的主要品类 次要品类和平均商品单价等信息 是根据你提供的近三个月流水来填的 并不是说你注册的这个店要做什么 跟你接下来开的店要做什么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主要货源渠道呢 根据自己的情况填就可以 然后主要发货模式也是一样 退货地址呢 这边要填我们自己能收到包裹的地址 是否为品牌呢 这边选否 然后登录店铺后台视频呢 就是上传登录我们那个提供的流水的网店 这样一个视频 一定要把你网店的名称呢 要露出来 然后其他视频验证呢 就是上传法人手持身份证 和手持这个北京时间的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要怎么拍呢 我们需要别人来帮我们拍 一只手呢 拿着法人的身份证 必须法人本人来拍 然后另外一只手拿着手机 手机上面搜索北京时间 然后呢让别人来给你拍 先拍一个全景 然后呢把这个身份证 给一个特写 然后再把北京时间给一个特写 注意都要做两到三秒的一个停留 让审核人员呢看清你的信息 身份证正反面都要做展示 拍一个20秒左右的视频就可以 然后呢给它上传上去 最后呢我们就可以提交了 建议大家在填完信息之后 我们可以返回上一步 反复的确认我们的信息 确认信息没有问题之后呢 再选择提交 好 好